做這種篡改績效啦 不是這樣子 市長 我相信你為人正派 但是您要知道 現階段剛剛有很多議員提到 大家開始對警察的風紀上 因為事件而有所動搖 那像這樣的一個網路上的 這所謂的投訴 當然真實性你要去查 那你剛剛也提到了 我們的交大有同意小隊長 他可以去更改這個數字 但是更改要有基層的同意 而且也要符合事實 對不對 更改有更改的規定 基層同仁記錄錯誤 小隊長當然會更改 小隊長更改完要送分隊長 而且要送交大 是整個同意才能做更改 所以人家在投訴的就是 你從交大開始投訴嘛 也就是整個從交大層層往下 有這樣的一個情形 而且他說目前 目前是否有件數多 但傷亡少 已經發生這樣的一個數字的變化 這個也是要局長 回去查一下好不好 我來檢查 你要回去查一下 因為我其實覺得 本會的議員 大家最希望的是說 如何透過交通的規劃設計 讓整個死傷人數能夠下降 沒有人希望說 這麼辛苦的第一線的警察同仁 除了去處理事故以外 回頭還要幫忙在數字上做一些調整 我覺得沒有必要做這樣的事情 而且也不要讓基層扛這個壓力 我不會讓基層扛壓力 當然也要請基層 了解事實以後 然後再去做投訴 第二點 警察局內部 都有申訴的管道 不需要透過網路 你本身就可以跟你的長官來做投訴 這個東西 不是你對靠北警察 發表你的意見 這個是不是這樣子 他們要在哪一個管道 講他們的心聲跟投訴 是現在基層員警 他自己可以選擇嗎 報委員 報委員 我們對靠北警察的了解 這個人是不是警察 都還沒辦法確定 局長 所以我剛剛是不是請你回頭去查 我了解 所以一個網路 網路上的一個訊息 他所講的訊息 當然真實性 我們都要查清楚 嗯 沒錯 但是局長 你要了解 我們希望的是說 要從交通上拿出對策 不是在數字上的改變 更不要有像這樣子 會影響到大家對警察 信任度的文章出來 所以這篇交給你 你回去查 這樣好不好 請坐 請坐